Joy,Joy要來分享他的《明方之下午茶》以及CDT-Time 主題是 《明方現況與挑戰》大家是否有在關心,可以如何開啟討論 那下一位是Eric,請準備 那...好,我們先打開他的檔案 上來這個嗎? 應該可以喔 這樣嗎?好 好,那...Joy是他 然後我先講前面,然後等一下讓他接著講 那因為我們剛剛在臨時小學校 就是第四屆專案提案才講完 然後跟大家互動了 如果是不是也直接過來想說 直接再跟這邊的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專案 然後希望也可以得到一些啟發 那我們這一次提案的東西是《明方下午茶》 然後因為是CDT-Time 那我們那時候其實很想要讓民房的議題 可以像一塊小蛋糕一樣容易入口 那原因是因為 其實提案的是國中就是九年級的學生 然後他們對於這個議題其實很關注 那也遇到一些挑戰 就是說大家可能也知道 民房的議題其實在台灣比較不是那麼主流的在被大家討論 那其實大部分的人都覺得我們就繼續就是每天那樣子過生活 可是可能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台灣的這個民房相關的一些變化 其實看了可能會比我們自己在島內還要更感受更深 所以呢,特別是我也很壓抑說其實學生他們對於這個議題其實會有很多想像或是很多的風險的這個承擔 所以他們會覺得這個議題如果沒有被重視 將來可能會面對很多的衝擊 那我覺得很開心是因為我們在這裡也遇到可能像數位任性他們也在談這個議題 所以或許來GV可以獲得到比較多的資源 那其實動機就是我們希望國防議題可以更親民 然後更好接近 然後也可以讓更多的人可以因為國防議題本身就比較嚴肅 所以呢,或許可以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模式像是在喝下午茶的概念 然後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來針對這樣相關的議題開啟討論 那我們自己在臨時小學校提案的時候其實是還在發想的階段 那其實在當時的發想階段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資料來源的審核還有它的過濾 然後再來就是說相關資料整理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讓普羅大眾可以知道原來從不同的媒體或是不同的管道進來的這些資訊 它是真的是對我們有用的是有效的還是說它其實是一種干擾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我們當時在發想的時候我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在 然後再來就是說如果要從找到一個適合討論的問題到真的開始發效 然後開始有人加入討論其實這個比較多是跟一群人要做一件事情 所以它會有很多像論壇的一些社群的概念會開始形成 所以我們也希望如果能夠有這樣的一個社群去形成以後 我們可以在裡面讓大家比較有效或是甚至可以提出到一些行動 然後怎麼樣可以幫助自己 那我剛剛前面沒提到就是我們這提案的東西 我覺得學生想到一個很好的地方是我們對於像地震這樣防災類型的一些意識我們是有的 那原因是因為台灣其實是在地震帶嘛 所以我們自己會有感 可是其實像民防對於大家來講比較無感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並沒有覺得它是一個立即有安全上面的危險 對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在當然不希望發生嘛 那如果說在發生前我們就可以對這件事情更有感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做一些準備跟這個可能沒辦法預防但是我們可以做一些準備 對 或許它可以成為我們真正有什麼事發生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action 對 那其實中間的實作階段還有普及使用是我們當時在提案的時候有想到 就是說如果是以論壇的話可以用線上的方式呈現 然後可是其實實體還是有它的必要性 所以當然最簡單的一個prototype就是或許可以運用一些像discord之類的東西 對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還在發想也希望有夥伴可以一起激盪 好還有一分鐘嗎 好那我請真正的提案者就是Joy來跟我們講一下可能我們現階段也希望可以有什麼樣的資源 好大家好我是Joy 那之前我在聽那個臨時小學校線上公民課有講到民防相關的主題 然後其中有一個概念我覺得蠻好 就是呢我們雖然我們全民可能真正在做這些事情 比如說跟資訊有關係跟比如說心理有關係 擁有這些專業的人可能並不多可能一萬人兩萬人 但是其實只要有一群人這樣做這些事情 然後一起共和來討論其實大家都就夠了 然後其他的人呢他們只需要好好的過自己的生活 好好的工作然後好好的維持國家運行這樣就可以 那我們現在因為我們提案還在發想階段 然後我們的專案人數其實也比較少 所以呢我們會蠻需要就是前後端的工程師 然後以及就是關於這個社群運作跟行交的人才 然後以及就是我們在辦實體聚會 然後以及在做一些論壇制度的實現跟發想的時候 我們也需要活動企劃跟擁有心理學背景的人才 那當然呢如果你很會點下午茶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專案 我們這裡歡迎所有對民防有興趣的人 謝謝大家 感謝民防下午茶所帶來的分享 那下一個